大家好,星期五了,11月8日 原来是今天12点到3点多,考虑挂1号风球 我估计未必能打到8号,因为已经开始冷了 11月就比较少可以打到大的台风,希望没事 但大家都要留意着风暴消息 老规矩,6的时候星期四差不多5点了 港股升了,升四百多点,成交就二千多亿 我们都不要理它,我们都不要理它,理它也没用 我们集中在我们的美股身上 今天我们出了Patreon,讲这个劏房改建简薄房 现在叫做简薄房 其实这个法例真的要执行 是要去到2029年,即还要五年 甚至可能是2029年的年尾 即足五年 但现在已经有一些劏房的业主 已经重新装修了 重新装修有一些租客 不好意思,没有办法继续租给你了 这些租客马上要向社主求助 因为没有屋主 另外,因为重装要有费用 也要最低80呎 最低80呎 有些劏房的业主不如不要搞这么多 我改造成200呎 收贵一些租 现在来说,200呎可能要7000元起标 你说到五年后一定不会是7000元 绝对不可能的 基层那些真的要睡街 因为一个月没有7000元 其实外国,不只是香港 英国、美国 很多发达国家都有流浪汉的问题 在日本叫做加油 问题不是劏房的问题 问题是社会贫富不公的问题 不是劏房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很多 譬如日本或者欧美 都是社署去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但他们就不会立例去管劏房 但我们特区政府很怪的 是你的劏房有问题 问题不关于劏房的事 如果有能力的话 没有人会去住劏房 因为居住的环境真的很差 我自己住过 但特区政府不知道是否知道 他们就不断去搞劏房 是因为劏房问题 即是变成本末倒置 坦白说一句 我真的不敢说他的法例会否行到 真的不敢说 如果你说这些劏房的业主 一窩蜂去改建的话 全香港有三万多个劏房 那你如果每一个劏房家庭 你当他们两个人 你不要当多 你当一万个有问题 就有两万人无家可归 那你特区政府怎么安置呢 对不对 即是简约公屋 现在他就是上不到楼 对不对 现在他就是上不到楼 上到楼他就不用搞了 搞来干什么 多余了 对不对 40尺他都住到了 60尺都住到了 一般比如说公屋的 百多尺的怎么会有问题 但他就是申请不到 等不到公屋 我不排除他烂尾也不出奇 有机会烂尾的 因为根本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都有几多资讯 好了 钻石狗组合是246% 美银组合因为美股未开 都是120%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螢光幕这位是劏房的业主谭生 他有个588尺的堂楼 通常都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住过堂楼 我们小孩子住劏房的就是堂楼 一般来说一个堂楼大约是 实用面积差不多到 600至700尺 如果当时在大角咀的那些 一千尺都有 因为以前我的同学 在大角咀的那些 当然是堂楼 我说八多年代的时候 是一千尺那么大 是的 那些如果劏房就很多户了 一般在旺角深水埗 都大概是600多尺 它本身是一堂楼 有不同的尺数 最小是40尺 40尺 60尺 200尺 都有 现在就要全部改大 马上做 它就马上做先 大家看到 螢光幕就是其中一个间隔 你看到这样 也挺难住 因为你是躺在厕所旁边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现在正在改装 打开门 就真的开门见词 不是开门见词 而是进厕所里 右边 你看到它坐在那里 你看到那个间隔 就是一个你打横躺上去 床底摆一些东西 上面有一个桌子 给你买些东西 我估计在这个螢光幕的左边 如果有的话 就是一个可以用来洗手 等等的地方 比如说你煮菜 应该是大家分享 因为特首李家销 就说要有厕所 还有有独立枪 我想它是有的 你不要管窗大还是小 大家看看那个环境 也挺有趣的 它特意弄了一条链子 隔一隔住 那么你 厕所里有什么气味 都不会 闻得那么酷 但是真的是这样 特首李家超 有没有想过 你真的躺在一个屎塔隔离 那怎么办呢 是吧 我想李家超 你叫他躺也不会躺 是吧 你真的躺在一个屎塔隔离 不是说笑 是的 我们以前不是的 我们以前那些 就是投放 大家share一个厕所 我们那时候有多少户 让我记一下 一户、两户、三户、四户 我们当时有五户 一、二、三、四、五 有五户 当时是用火水炉 当时是用火水炉 叫一些火水上来 每一户有个炉 然后一个厕所 一个厕所 大小便也是他的 不是座次 当时那个不是座次 是蹲次 是蹲次 因为座次不够位 因为洗澡也是那个 我们当时一个劏房 一个这样的房 都住了几多人 我数一下几多人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十一 十二个人 总共十二个人 这么多 一个FAT里面 有五户 有两户是一个人 有一户有四个人 有一户有三个 有一户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一个角仔 即是爬上去的那些 你想想那时候的居住环境 所以没有什么人会将座次 摆在居室里面 因为搞不到 你看到现在就是这样的 那你住不住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的法例是这样的 那他就变成这样的 那怎么住呢 你真是 你真是 拉了条链有没有用呢 是吧 那你想想如果两夫妻 那是很恶搞的 是吧 大家就要知道那件事 是吧 那一会和大家聊 是吧 那柳神赵国雄呢 就说明年整体楼价升5-10% 那豪宅还有机会升8-10% 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 这个是赚的 那大家看到是 葵冲的甲屋就知道多久了 那葵冲的甲屋千鸿居 他持货26年的 那450万沽 赚270万 当然啦 26年啊 大哥 对不对 我当时也是31岁左右 是吧 当然是赚啦 如果不赚就算了 真的 另外也有些 怎么说呢 做了议案 那这家例港城的三房 那银主盘虽然卖到725万 但是业主其实在高位 加案了900万 那所以卖了 他还是破产的 继续要购债 即是你破产 即是你破产 没想到你继续要破产 即是破四年 香港 就是这样 因为它是 你想想 你高位加案了9球 对不对 9球 大哥 那你现在卖到725万 还有百多万 对不对 内拢都大 因为它是三房 对 三房 你看看 当时大家看到 它在2020年 可以压到980万 即是当时这个单位最少值过千万 现在只有725万 现在只有725万 即是跌了三成 对不对 那么全威花园就越来越差 大家看到 你看到全威花园的两房就282万 那你说什么山景 他一向全威那边都是山景的 对不对 那么当然 扭龄是久了 四十多年 已经是 即是我老过他 不过他都四十多年 对不对 那就是 即是 算低了 那价格 282万 两房 是啊 另外南昌站的汇洗 这个就麻烦了 原来呢 业主在五年多前 即是一百年左右 九百多万买 九百三十万买 那现在呢 就亏损二百七十万 那六百六十万买 即是你卖到六百六十万都偷笑 三百五十尺 三百五十尺 九百多万买 即是当时 几疯 是吧 有好消息的 预警新城 三房 六百八十尺 如果你看回刚才 离港城就知道了 那时候 过千万的 那时候 现在六百八十万 又是 跌了三成多 根据星岛所说 特首李家超在 10月16日 发表了施政报告 放宽 投资移民计划 去到住宅 成交价 五千万以上 就可以了 计算 投资额上限一千万 成交价 那便说 那便说 五千万一手成交 那便说 便说 增加了一倍 实际上 原本 三十多宗 增加了十多宗 那便升了五成 即是三十多宗 的楼价 另外 何文田的聖George Mansion 亦是五千万 左右 楼价 9宗 那便说 那便说 聖George 聖George 最少是八万宗 最少是八万宗 那施老板怎样说 他说 不如这样 所有的按揭 现在政府和银行 全部都买了 那地价便稳定 大哥有没有搞错 即是政府买了所有按揭 那一定可以 不会还不到钱 接着小业主就还钱给政府 那银行便没事 因为政府一定不会骗你钱 大哥 即是政府买楼 即不是市民买楼 是政府买楼 那怎样搞 那政府如果入市的话 那楼宇跌价 那政府便少了 因为你的抵押品是一层楼 你真是傻 说话说到这样也可以 大家很简单 你看看这个 啟德的家汇 即是很近地铁站 这个 几年前 2万3元一呎 现在多少 现在1万7元 是啊 跌了两成半 跌了六千元一呎 跌了两成多 是吧 如果我买了它的按揭 那它的按揭品 抵押品就是那个物业 那就是我的跌价 那就是风险 转到政府那里 即是市民抵押了 那有没有搞错 是吧 神经病的 就是跌了很多 特别是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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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甲级写楼 真的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那我们也说过了 现在负资产数字不是四万 计算一手 计算财务 至少有八万宗 即是根据重量链所说 重量链所说 起码有八万宗 搞不好有十万宗 那已经是差过当年的沙士 甚至这个高财通计划 那我们也说过 那这个本来就说要两年 两年后 你一定要找到工 那现在再移 移到三年后 三年不行就移四年 四年不行就移五年 对不对 即是没有的 你看到计划很快就完结了 因为你要的人工高 喂 现在香港还哪里请到你 哇 二百多万一年 神经病 现在香港什么环境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亲戚朋友 已经要开始做part time 我有两个 有几个朋友 甚至我妹 即是我老婆的妹 加上她的妹夫 都有去做part time 即是星期六日 包括三文治 去一下地方等等 都有做part time 那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即是香港的情况是 多么有问题 为何会这样呢 相当明显 因为人工没有加到 他们就不是失业 是人工没有加到 但是支出加了 人工没有加到 但是支出大了 好了 譬如我有些朋友 就是世侄那些 他就没有办法 因为他做地盘 他现在一个星期 开工一定少过三天 肯定的 虽然你说 可能做几天的兼职 不过你不要忘记 兼职是什么 是几百元一天 但地盘是千多元一天 所以怎样 他最多都是做到 当时地盘回三天工一天 因为你回三天 只有千多元 地盘一天就千多元了 即是说收入点也是少了 大家可以留意下 你身边的人 是否多了人做兼职 在那个老板来说 又无所谓 因为我不用给MPF 对不对 不用给MPF兼职 即是你收工就算了 不要搞那么多 即时跟你计清 或者每个月清 即时跟你计清 或者每个月清 好了 我们先讲一些基本的事情 每一次都要讲 讲一些里面的新闻 大家应该有听到 当然 你住公屋才关你事 公屋举报奖励 明年一月很快 一月就开始了 不跟现在的督灰 现在督灰 就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即是留下个名字 身份证号码 或者联络 现在就不可以了 现在就要去面试 你督灰 先约个时间 约个时间 分分钟有几个人一起 见你录影 举报者需要经过评室 哈哈哈哈 大哥 我来举报的 对不对 我来举报 你还要经过评审 看你是不是说大话 对不对 成功举报 哈哈 不知道怎样 就是成功的 对不对 可以得到三千元 还有一张奖状 独灰奖状 好笑 真是 他有个督灰专员 哈哈哈哈 他第一个要实名督灰 即是你要亲身来的 就不可以用花名 留言 不行 还有你要见一个督灰专员 有个督灰专员 哈哈哈哈 成功督灰 就有三千元 加上感谢状 当然 房处的直接雇员 就不可以的 那谁去呢 对不对 第一件事 我是不是请假来督灰呢 我是不是请假来督灰呢 是吧 喂 我不知道你查不查到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查到不是 那我就浪费时间 那还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那些资料 是不是保密的 那如果给 就是 通常大家都明白 督灰都是什么 楼上楼下隔离轮 那我给他知道 不就麻烦 你还给张奖状 我贴在哪呢 是不是才对 就是这些是多疚疑 就是特区政府想出来的 浪费了 你找些人去巡楼 不就更好 对不对 就是很多投诉呢 都是令到第二个住客是不变的 譬如吵啊 他就不是的 他现在就是要督灰 那人不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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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我什么事 大家明白吗 你督灰通常是什么 投诉 喂 楼上冷气机滴水啊 隔离太吵啊 漏水啊 那隔离没有人 哪里有人会去投诉呢 对不对 他就不是了 隔离没有人 你就来投诉 或者 不是他住的 是吧 这个是什么人住的呢 那这些 不关隔离轮射事的嘛 那你说 喂 一般来说 就是有些奖金啊 督灰有人去 哇 你督灰我还要休息啊 我还要请假 还要面见督灰专员啊 还要等你核实过啊 可以才拿到三千元啊 那你想有没有人去啊 对不对 这些多鲠鱼了 这个真的是 即督灰那人 除非真的有空 有空到爆了 如果不是影响不了他 我看不到别人 为什么要督灰 对不对 那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呢 你看到呢 特区政府就不会减 就是不会减人工的 不减人工 又不减人 又不减人 又没有KPI 好了 由不同的渠道 就增加政府的收入 那么其中一个呢 就是公屋 不单止督灰趕你走啊 不单止 跟着搞一些所谓的简约公屋 还有什么 公屋家里租 库户就趕你走 一般公屋家里租 你看 现在说 除了公屋库户政策收紧之外 还要收市值的租金 咦 那我就不租了 对了 你出去租私人楼 租公屋呢 公屋呢 跟市值的租金一样的 你出去租私人楼 我觉得这样 但是呢 轮后劏房的人数的时间 就没什么少到的 有多少人上楼 正常应该有很多人上楼 对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这个房处主长罗淑佩呢 还说 因为 对应着 捱着私楼贵租的负担 喂 你这间公屋来的嘛 对吧 你这间公屋来的 那不是干嘛 申请公屋啊 他当然是 入息是比较低的 才是 就是 要申请公屋 不然是小龟申请公屋 那你不如付户 趕他走 对吧 喂 喂 富户已经要交双倍和三倍租了 对吧 对吧 那你现在甚至还说 租金和市值挂勾 那就是 你不要住了 政府不想你租 你自己出去租楼 这样 那这些帮到你的收入多少呢 是不是内地人 真的这么多人 要住香港的公屋呢 我想现在都未必了 对吧 我们就马上进去说我们的主题 就是这个劏房要改建 改建成这个简薄房 这个主题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刚才说过 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时间未到的 真正最美实行呢 如果法例通过的话 是2019年的年底 现在有些业主呢 哇 喂 大家要明白 很多东西是很恶搞的 因为 譬如像这位谭业主那样 因为你要独立电标嘛 每一间都有每一间嘛 你自己用这么多电 就不要混合其他人 那又怎样呢 他本身呢 在个单位里面 就是弄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电标 但是其实电力公司 如果在我们九龙区的就中电 是不允许的 因为你动他的电要由他搞 但是问题呢 室内他又搞不了 要怎么呢 放在室外 室外呢 又要业主立案法团申请 是很头恨的 非常头恨 你自己搞不可以 电力公司不给 因为有危险 所以很多业主已经 如果他怕过法例的话 就现在开始搞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整个帮你 搞过 由头间的房 所以 有一些 譬如最小的四百四十尺那些 就 拜拜 那已经要怎么呢 找社主求助了 因为那些 譬如公公婆婆呢 好老实说 都是什么 喂 好多都是生果金 跟着自己打份工 或者是保安 对吗 有些是part time保安 不是全职保安 大家知不知道有part time保安 有监 他一个月只有那几千元 他40尺 现在40尺都要两三千元 如果他一个月五六千元 那有些生果金 三四千元有些生果金 慢慢紧 但是如果你赶了他走 不好意思 我租不到给你 因为我要重建 那他没有地方住 那就向社主求救了 那这个问题不仅是搞电标问题 水标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特首李家超说的 那还要 第一 你要搞电标 跟着坐次 因为每一个里面都有独立厕所 那如果你要独立厨房的话 是不是要有水标呢 那你由早上开到晚不就糟了 那水标又是要找这个水务局 好头痕的 好头痕的 那现在他就把七间房 就改建为三间 大家看到 现在改成三间 每一间 就是很简单 在他来说 如果这样的话 我无谓踩你红线 因为 现在说八十尺 那两年之后 你一百五十尺 我就不糟了 那他就改三间 二百尺 那如果 改建完之后 他即时出租的话 就七千元 但是去到二零二九年底 我就绝对不会是七千元 我想到时九千元都有分 不出奇 那他说每一间房的装修费用是十六到十八万 大概 现在来说 现在来说 二百尺的租金 他自己就租六千五 所以他说 如果 变了面积之后 将成本把入去 就大约是七千元 即是加你五百元 但如果去到二零二九年 我想起码九千元 即是到时的劏房 有机会就不是基层 就不是基层 就不是基层 就是百岭 那你政府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基层是怎样呢 是不是要住社区会堂呢 那你政府要搞的 对不对 因为他没错 你政府这样搞 我就这样搞 你要劏房 变了减薄房 我都要就着来搞的 那我就着来搞的时候 喂 没办法 有些 麻烦你搬走 或者搬走之后 搬不到回来 因为现在是两三千元租 你二百尺就是七千元租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在这 那政府会不会搞呢 我觉得他不会搞 即是他现在只不过 我不知道他为何想这件事 我在片头也说过 喂 这个问题 不是劏房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而是贫富悬殊的问题 现在你根本就不是一间劏房 即是变了什么呢 变了是比较小的一个好些的房间 那当然是七千元 那这些劏房就没了 对不对 喂 你问我 他说最小是八十尺 我都不会搞八十尺 我怎么知道你将来是怎样 那你将来抽一条根 百二尺 我便说 那我搞二百尺 对不对 无谓犯 反正 你不要忘记 如果二百尺都租七千元的话 那你想想外面租多少钱 三百多尺就最少万一了 那租金便上升 但楼价又不升 变成一个这么奇怪的局面 是吧 那特区政府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个时间表 其实是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二月 才咨询 接着明年就将草案交给立法会 希望明年通过 接着明年的第四季 开始登记劳房 好了 最快在2026年第四季 到2027年第二季 就完成登记 在登记期里面 有12至24个月 即是一至两年的宽限期 简单说句 如果去到最尾 2027年的第二季 即是六月 而拿到尽两年宽限期 即是2029年的六月 才执行 那你说多久呢 好了 如果比较早的 就是 2028年头 所以现在也是很早的 我不排除他不过这个法例 因为这样你没得搞的 全香港有三万劏房户 只要有一万 有两个人的 有这样的问题 你政府怎么办 不好意思 麻烦你先搬走 我要重新搞那间 那间劏房 那你叫他去哪里住 又没有公屋 是吧 即是我觉得 政府这些是很大问题 老实说一句 你搞都会找些workable 有个问题是贫富不公的问题 不关那劏房事 即是你卖那间劏房做什么 不关那间劏房事 劏房是个手段 是你社会上的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 是你社会上的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 你卖那间劏房不漂亮 那你说 就是丢不丢串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 劏房户要急需搬迁 很旁旺 那你看到就是这样 现在有些是这样的 一个床板隔了有个床厕所 现在他未必是不合规格的 这个可能是合规格 因为你不知道到门后面是什么 现在有些都是这样的 即是他自己有个座椅在那里 那你如果要他 那这个是40呎 那你最小是80呎 那你将这个扩大一点 那扩大一点 那大家自己想想 当你扩大了的时候 你由40呎变成80呎 那你说在这个屋里面那些异味 你闻不闻到 就一样闻到 40呎和80呎 差几远 对吧 对吧 没错 他可以自己去大小便 但 就是住劏房就是这样 对吧 你还要去规范这间劏房 等他好一点 那你是不是瘋了 是吧 就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大家可以定住来看 那里面有中间的条文 有些街坊就说 就算不是立即执法 业主都可能想陆续改装个单位合法 他继续做劏房 是吧 这样的话 你这样搞 是很大问题的 刚才我都说过 一万个 不要说三万个劏房户 一万个劏房户 每一个劏房户有一个至两个人 一万至一万五人 你都死了 要安置 那何永延就说 喂 你有劏房户的业主 那你有收益 那你就负担这个改建费 那你政府够收税了 你不用负担吗 你又有出粮了 那你不用负担 对不对 他神经病 你政府不用交税吗 喂 劏房户收了租 一样要交税 是啊 你以为不用交税吗 一样要交税交差响 那你政府不负担 你神经病 真的 但是有人问过这个特区政府 喂 那这样啊 大幅加租 不如设立个起资租金 那当然不行 如果你设立个起资租金 这个问题 现在社会是社会需要的劏房 因为有些很底层的人是没有地方住 否则他就睡街 没问题的 我们小时候是有人睡街 有 70年代 80年代 香港 早期的80年代 是有人睡街 因为我见过 我见过 我见过 只不过是80年代的后期开始 就没有人睡街了 很多的 那时候睡公园 睡球场 一般睡那些 长凳 香港是有的 特别是七几年代更加多 对不对 你让他们睡街 就行了 所以你看到当年的港英政府 为什么不搞这些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是搞不到的 再多有问题是社署找一些人去 就是你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做了家有 有什么帮到你 这样的 你去搞个劏房 其实是没得搞的 你设立起资租金 没问题 那他就不做 怎么做 对不对 喂 什么成本都是我的 但是不好意思 政府没什么帮到你 那我怎么做 对不对 当然是不合理 对不对 另外我们就要说了 这个市建局这个project又流标了 只有一个人入标 那个就是长实 不过长实就加了条款 政府不同意 收工 大家看到 其实他为什么做这个九龙城的项目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启德 不够这个购物地方 休闲地方 那就是在九龙城 大家看到他有一个 红色的有两个项目 这个下面有个 想着有个分层的地下广场 旁边有个广场 旁边有个幽气的 旁边就是幽气的打鼓岭道 幽气花园 想着做这个东西 主要就是红色的东西 但是不好意思 留标 没有第二个人再入标 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说得很清楚 事件局是今年九月 收到一份长实的标书 接着不行 他有条款 事件局不接受 就留标 原因很简单 他现在做这个事情 第一就是地下的多层广场 加上停车场 社区幼儿中心 他有两栋楼 就是十年和十八年的年轻楼 但是未立入 问题很简单 就是因为没有第二个人留标 没有第二个人入标 所以长实标不行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因为市建局没有钱 他自己去建 那怎么建呢 他都要发债 对 对 说得很清楚 这个市建局的项目 是对接启德发展区的重要接点 预留地方用来做特色商店经营 如果楼标没有人建 也会影响到启德 但现在就是没有人入标 只有一个长实 长实你不行的话 就没有人再入标 看左手边 他已经说了 他说 现在自行发展 这个市建局的经费 的现金流是很恶搞的 不止的 他还有一些山东街的项目 土瓜环道的项目 和观塘市中心的项目 这些项目 会不会都流标呢 机会很高 很高很高很高 现在政府的资助房屋 只是这个例月圆 是卖得挺好的 因为地点好 全部卖了 其他那些都不行 是这个地点真的漂亮 全部卖了 其他的你都不用想 这个是几天前的了 这个我是同意梁振英的 无论如何都好 香港开发土地不是免费的 现在你看看 无论你市建局 甚至是土地发展局 就是零汉浩 你推出的任何项目 大部分都是流标 根本你看到详实 是不想做的 不过 不好意思 是吧 喂 中央叫你帮帮忙 那不就入标 不过加了些条款 我接受不了 行了 我有入标 不过你接受不了 根本没有人 你想想以前 九龙城这些项目 喂 个个都投了 大佬 市区来 你看现在 没有人 不是 那个楼标是除了长实之外 是没有人入标 你想想 你说夸不夸张 你看到新世界 你还敢去做 他都死成这样 难道你的财力比新世界更厉害 所以梁振英是说得没错 这个我没有博他 你现在这样的环境 你土地不是免费开发的 你还搞些什么 好吗 我们香港的机场三跑 拖了很久 今个月28日用 主要用来做什么 主要用来 就是 起落货物 主要用来 起落货物 他就说 二号客运大楼 要明年的年底 分阶段啟用 因为根本就不多人用 如果你现在用了这里的话 原先现在这个赤立国机场 可能就会分拨了 我不知道他起过三跑来做什么 硬硬用来运货 其实是 你想想一样 其实这个三跑 完成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根本就没有需要 大家明白吗 根本现在的绝对够用 根本没有需要 那怎么样 喂 落成了 难道不用 这个月20日用 你看 客运大楼 根本就没需要用 一点都不急 原先这里已经够 那你再起用的时候 就分拨了这里 赚成本就提高了 是吧 不知道 特区政府是这样的 他还说三跑系统 带来的利益 会非常可观 有什么可观 大佬 刺马筋 你以为赌场那些可观吗 真是 之前我们也说过 把这个 赤立国机场 扩建一个机场城市 那里 又是几千亿东西 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说过 搞什么艺术文化产业 亚洲博纜馆第二期 游艇港湾配套设施 空运先活市集 旅游休闲 旅游休闲 这些 就是你起到才算 是吧 要和香港的车主说一说 明年的上半年 就会有电子牛肉肝 不过有过渡期的 过渡期就是说 明年如果你不幸地收告票 他就会给你一张 physical的告票 加上电子告票 那就是说你登记车辆的时候 他就要问你拿一些 你个人的联络资料 譬如说你的手机电话 你的电子邮箱 或者你的Facebook 之类之类的东西 那中间就不知多久 就会有一个磨合期的 就是说 会有个物理的牛肉肝给你 亦都有个电子牛肉肝同时给你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就全部是电子牛肉肝的了 那大家如果是车主的话 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留意 这个新闻 大家知道 或者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是有很多专上学院的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这个话题 香港是有很多这些所谓的专上学院的 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专上学院 原因是要追回到当年老董 搞的副学士 那现在为什么会说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很简单 因为现在 今年明年就会收定这个专上学院条例 如果收声不足 或者财务达不到要求 政府就不会再给你登记注册 即是说无牌收工 其中一个首当其冲就是能忍书院 能忍书院 这边是深水埗 那你不用问我 我当时经过过 无数岁月 所以我知道能忍孙在哪 那我们叫含书院 是的 我同学说含书院 它原来是红色的 原来它是红色的 有红色背景 好 我们说回 为什么会出现 不止能忍 很多珠海 都是专上学院 专上学院 要自己收生 这几年就没办法 收内地生 否则 否则财政就搞不定 现在能忍的财政就搞不定 那又怎样呢 它两间学校校社 你看到是四层高度就要卖 那大家可以看到 当它收生不够 我记得我们做patreon说过 它今年上半年收生 是收了几十个人 朱海酸好些 朱海酸就怎样呢 凡是内地人都收 所以财务是比较好的 但能忍就不是 可能真的校社 比较up dub 比较up dub 比较up dub 又在市区里面 今年上半年收得好像四十几个 而已 根本上财务就完全不行 但能忍书院又有江辉的时间 它有雄底背景 无论是校董、校委会 很多都是亲中人士 很多都是亲中人士 所以在中间曾经是江辉过的 曾经江辉过的 好了 那我们看看当年老董做过什么呢 其实现在的能忍书院 已经是亏损过千万以上 所以就要卖了那两间校舍 甚至是占卖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专上学院呢 非常简单 因为老董 老董的年代 香港的经济是很差的 你可以这么说 老董在位期间 香港的经济没有好过 由他上任到他脚痛下台 香港的经济都没有好过 没有一天好过的 好了 当时因为香港的经济太差 那便找不到工作做 失业和现在差不多 老董就想了一招 那不如读副学士学位呢 2000年搞的 哦这样啊 那怎样啊 那考试 喂 你 你 Cert和A level 考生维持在3.6至4万人 但考生人数有十几万 那怎样啊 那就是很多人考不了 那考不了怎样啊 考不了你便去读副学士 读着书先 跟着进修一轮才上 就是说顶住 因为失业率超高 那就衍生了很多专上学院了 那其实美其名就是 你读副学士呢 实际是怎样啊 就是拖着你 哎 没什么做不要紧 读着副学士先 进修多一至两年先 跟着读完这些咸接课程 再去拿学士 即是再号拿degree 之类 之类的 好了 那随着跟着呢 有这个DSE 大家知道 取代了Cert和A level 那很多学校可以做DSE 那这些专上学院便废了武功了 对不对 那坦白说 既然有DSE的话 哪个还浪费时间去读副学士呢 好了 不知为什么 这些专上学院 居然可以生存十九几年 生存十几年啊 大哥 你想想一件事 你DSE有了多久啊 那这些专上学院 大家还有没有听到别人读副学士呢 没有啦 应该是吧 这十年八载都很少 全部听到的都是DSE 那即是怎样啊 那即是说这些专上学院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产品 你便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这个能人当时 那么风光 因为很多人要读副学士嘛 一路开了很多这些专上学院 现在全部DSE 那珠海酸就比较好些 所有内地生都收 顶住鸡头 但是很多都不行 所以特区政府看到 既然这个已经是历史的产品了 明年我们就修订这个专上学院条例 总而言之 如果你的收生人数 或者财政不足的 我们就怎样啊 不发牌 那你便收工 即是专上学院 这个年代已经结束了 其实老早就应该结束了 喂 哪里有人还读副学士啊 大哥 不要玩啦 对不对 对不对 香港一国一制了嘛 无端端就拖了十几年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当然啦 还有香港的生育率低这个问题 邓家彪就说 不如这样吧 好笑的 邓家彪说 不如政府办公室 放了孩子照片 等公务员上班 看到孩子很开心 他一说完 就整个立法会议堂都笑了 喂 傻的吗 你 放了你的照片好点 是吧 或者放了李家超的照片好点 是吧 你是不是傻的 大家看右手边 去年的十一月 到今年的八月 即这十个月 香港有29,479名婴儿出生 比去年多了 去年是26,976个 多了2,503人 不知道是不是新香港人有关 但大家都明白 现在的生育津贴 就是26,000元 但一定是不够的 不用问的了 那现在的新手爸爸 就说生一个BB要三十万 我想不要三十万 都 起码要十万八万 应该 是啊 喂 不是说笑 你又要 即是在公立院生 就好些了 又要找个陪月 即是又要买很多 照很多东西 BB床 又要做体检 因为要做体检 爸爸妈妈都要做体检 妈妈都要做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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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很多要照顾的东西 三十万就未必 但十几万应该要 那么两万元有没有帮助呢 有不过不大 即是说不会为了那两万元而生 大家看到右手边 跟内地都一样 这个应该是真香港人 九十后的思小姐 即是她说 我自己都觉得在香港生活不容易 那么我还生过小朋友 是不是 我自己都搞不定了 我自己都不开心了 那么我是不是生他出来 等他都不开心呢 是不是 又没有能力送他去其他地方 自己都搞不定 那怎么生呢 是不是 就是很简单 我说的那个世侄 他就没有孩子 我自己都没有 有什么问题自己搞定 轻松很多 对不对 老了老了才算 是不是 你年轻都搞不定了 老什么呀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在国内 很多的幼儿园 直接就变成这个养老园 内地很多养老园 五年间是增加了一倍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出生 但是那些人就老了 那就变成这样 就是夸不夸张 老人院变成了 就是幼儿园变成了养老园 内地最近这年多 有两万间幼儿园关闭 但是养老机构就倍增 你想想 是吧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中国的头三季结婚人数大跌45% 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中国什么叫四不青年 大家知不知道 你看一下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结婚登记 只有343万对 即680万人结婚 中国有14亿人 13亿来当它 你想想 那个比例有多重要 只有几个% 结婚 夸不夸张 你想想 2024年的第三季 登记结婚的人数474万 比去年第三季569万 大跌四分之一 夸不夸张 好夸张 现在国内什么叫四不青年 不谈恋爱 不结婚 不买房 不生仔 我告诉你 迟些香港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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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年轻网友说 不结婚是对中国社会整体失望 不是消极对抗 是真的没有钱 怎么结婚 对不对 你结婚要钱的 不要说生孩子 对不对 你想想 现在那些内地生 连工作都找不到 也找不到工作 有些人 我见到一些在广州 我见到在网上有一个 就是 有一个女孩子 很年轻 很年轻 在广州 放个牌子 在那里 可不可以给我8元 我 8元我买饭吃 那你想 坏一点 可以想 那可能很多人给她8元 是吧 但是 站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人给她 仇至有一些学生 应该是一些学生来的 去了第二个区 找东西做 那天晚上 实在肚饿 那就走去一间饭馆 就说 可不可以免费吃饭 那老板娘还可以 你想想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怎样 戀愛结婚 买房子生孩子 是吧 我想现在你在国内 大部分人 你说买房子 他都害怕 不是说笑的 变成了房子 几百万买房子 你说起买房子 他都害怕 是吧 高失业率 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那就是 我们经常说 如果你中国人民不站起来 的话 起码还有二三十年你捱 我想 中国十月份的楼市 就升了半成 有可能的 因为你取消了所有限购 有可能的 但这个可不可以持续呢 对不对 会的 因为你所有限购都取消了 以前就限购而已 始终有些人有钱去收拾平货 对不对 只不过可不可以持续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最尾 当然要找诚哥来压尾 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前 李嘉诚 港都已经原来二十三年了 这个地是二零零一年拿到的地 他打折卖这个楼盘叫做御翠园 是北京和记王报最后的一个楼盘 他打几多折呢 就是七六折 每平方公尺就是七万五人仔至七万九之间 推出五十个单位卖了 全部卖了 以平均来说 这里大约是九万至十一万一尺 即是说折扣大概是七六折 你想想一样东西 二十三年了 其实今次超人是等到北京九月份 放宽了所有限购 就一次过推出来 卖了它就先了 大家知道超人就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贸老爷买股票就是鱼头鱼尾留给人吃 我们吃鱼中间 一样道理 超人就在国内没有留盘 已经全部卖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钻石口组合246% 我们的网织 YouTube投资筆记11月份的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订阅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营光幕 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不变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是星期五 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记住 看我们的一周股市大事 先放周末 记住留意风暴消息 因为应该12点至3点多 可能会挂一颗风球 好不好 拜拜